我彼此的安心 此的安心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很感谢神能够再次 在主日中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 真的是很感恩 2020年已经过了 绝大部分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0月中旬 还有两个月就是2020就过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2020真的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 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新冠从中国开始爆发 影响到世界 又蔓延到美国 美国就成了一个重灾区 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因着这个小小的这样一个 新冠的疫情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那不光是如此 那今年中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加州的山火 现在还是在继续的蔓延 那我们在这个山火当中也都是身受其害 曾经有几个日子 这个山火 蔓延到弯曲 这空气质量非常的不好 天空是灰蒙蒙的 这是很多年 几十年甚至是比较罕见的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 世界其他的各地 中国也有很大的一个水灾 那美国呢 在这样的一个种族的冲突的情况下 又发生了很多种族的这个暴动的事件 再加上有很多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的关系 产生了摩擦 也使得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也有很大的冲击 那紧接着来的这个大选 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很多的人都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世界的末日到了吗 是不是现在就是世界的末日呢 那这个也是 我想我们作为人是 非常可以理性可以理解的 在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不免来问 世界的末日到没到 所以作为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想到这个将来的事情 那我们人是想到将来的事情 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天地 他把他的创造 他把他的旨意 告诉我们写在这个圣经当中 所以呢 我们不知道 这个将来会是怎么样 但是呢 圣经 神会告诉我们 将来的末日是什么样子 我们应该如何来预备 在这个现在的时间 我们如何来预备末日 那今天呢 我就想借着 刚才我们所读的 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五章 一节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 我们末日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如何来预备末日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恩 谢谢你 在主日的早晨 你让弟兄姐妹 仍然能够在线上聚会 求主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保守你的话语 让说的 让听的都同盟一灵 愿你看护 保守带领 我们感恩 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今天呢 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 分三个部分 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末日 末日会带来一个审判 在第一节到第三节 那第二个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谨醒 谨守 那如何谨醒 谨守呢 是在这个第三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就通过这三部分 我们来反思这段经文 看看这段经文 能对我们今天 活在这个世上的人 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末日 那圣经中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你在圣经中 如果你看到 有一个特殊的字 叫做主的日子 主的日子 在圣经中出现过很多次 那往往 当这圣经写到主的日子的时候 在圣经中是 往往指的是世界的末日 那在旧月中 也就有很多的 这样的主的末日的 这个经文 那在旧月中 主的末日呢 是用耶和华的日子来代表 那耶和华的日子 是中文的翻译 因为在英文当中 讲到耶和华 很多的时候翻译 就翻译成Lord L-O-R-D 那是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尊称神 所以他们 要讲到神的时候呢 他们就用主来代替 所以在英文中是用Lord 但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中呢 就是用耶和华的日子 那耶和华的日子 是代表了一个末日 那我们从旧月经文中来看一下 这个耶和华的日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 有很多的经文在旧月中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专注在这一段经文 是记载在约尔书的一章和二章 这里讲到 埃塞 耶和华的日子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这都在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已先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明的 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耶路撒冷 必有逃脱的人 在剩下的人中 必有耶和华所招的 所以这里看到 耶和华的日子 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日子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想的 可能就是世界的这个末日 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 有两大方面 这个审判带来了两个结果 那一个结果呢 是毁灭 所以他就讲到 这日来到好像毁灭 从全能者来到 然后呢 景象是什么呢 是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所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种 一种现象 就讲到这个物质世界 也会过去 所以这是带来了毁灭 在这一方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看到 这是一个得救 他说凡求告耶和华明的 就必得救 而且呢 还有有逃脱的人 在剩下的人中 必有 耶和华所招的 所以这个审判的结果 带来了两个 截然不同的 结果 一个是毁灭 一个是得救 那这样的信息呢 实际上是连续到新约 那新约呢 讲到这个主的日子的时候呢 他有用主的日子 他也用其他的字 比如说是基督的日子 或者是人子的日子 或者就干脆是纳日子 那有的时候是讲到 耶稣再来的日子 那这里也是用 同样有很多经文 那我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分享 两处的经文 一处是在彼得后书的三章 十节和十三节 这里讲到 他说 但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壁 大有响声废去 有行止的 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 都要烧尽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主的日子来到 他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 要被毁去 是吧 天要毁去 有行止的 要被火消化 地上和地上的万物 都要烧尽 所以这是一个物质世界 在末日的时候 要被毁去 那我们再来看 下面一段 是在贴后 贴萨罗尼加后书的 一章八到十节 他讲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和那不听从 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这个毁灭的另外一方面 也是对着一些人的 那些不听从 主福音的人 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的沉沦 而且要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 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 这毁灭的一方面 但是同时也有得救的一方面 那下面的经文 下一段半段的经文 在彼得后书就讲到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住在其中 那同样的呢 在贴后也讲到 他说 这正是主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 显微稀奇 所以这也同时就告诉我们 这个日子也带来了拯救 所以这经文就告诉我们 一定有这个末日 这个末日呢 是带来了审判 审判的结果呢 是有得救的 有灭亡的 所以当你相信神的时候 你就是得救的 所以我们要思考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同时呢 我们下午就可能 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主的日子末日 看来真的是 很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主的日子的来到 是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现在呢 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 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那圣经中也有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 那圣经记载耶稣基督 向他的门徒讲道 他说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时辙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 包括道成肉身的 耶稣基督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日子 是在父神的手中 所以到了使徒行传 耶稣又对他们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是末日 会有这样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现在虽然的这个景象 世界有这么多的乱象 我们的生活被打乱 但是是不是主的日子就到了呢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这个时候是在天父的手中 那同时呢 我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那第一个我们讲到是 刚才讲到带来审判 那在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再来跟弟兄姐妹来念一下 他这里讲到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 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所以保罗在给这个 帖萨罗尼家的弟兄姐妹 写书的时候呢 肯定他们会有一些的问题 和论到这个末日 论到主要再来的日子 那他们就有很多疑问 他们很想知道这个日子 就像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也很想知道 末日到底是什么时候 但是呢 保罗就说了 他说论到时候 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应该你们是知道的 是吧 主耶稣有教导 就是这个时候 日期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所以他就说 你们应该是明明晓得的 但所以虽然他们晓得 那我们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能够看到 末日是给我们带来的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呢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刚才的经文 和从以前旧约和新约 所讲的关于主的日子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日子的来到 首先是带来毁坏 灾祸和痛苦 那这个呢 我们是看到刚才是对于那些 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还没有信主的人 那这是一个灭亡的 是一个毁坏的 而且是一个受刑罚的 但是呢 对信主的人来说呢 却是一个得救的 也是一个荣耀的 是因为要与神永远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的 那这一段经文又告诉我们呢 主的日子来到的情况呢 我们没有办法预料 我们也不知道 他说像贼一样 就是说突然没有预备 贼如果到你们家去 他绝对不会通知你 我什么什么时候要去你家 他肯定是趁你不备的时候 来到你家 所以他讲的这个日子 也像也就像这个贼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来预测 虽然没有办法来预测呢 但是呢 经文又告诉我们 这是必然的 是无法逃脱的 所以经文用到这个 怀孕的妇人生产的那一刻 因为总有生产的那一刻 那是那一刻总会来临 那现在的 现在我们所有的孕妇 我们都能够预测这个 这个预产期 可是在古代的时候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预测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孩子就突然就出来了 所以呢 他就讲到 这个是一个必然性 这个怀胎九个月 这个孩子必然要生出来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逃脱的 是必然的 无法逃脱的 那他这里还用了一个词 讲到平安稳妥 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他说当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这个灾祸就突然来临了 那保罗在这里 他写到平安稳妥的时候呢 他是用了一个这个 这个括号 那他这里就是引用的 就是说 他说是真的平安稳妥吗 这里当然是讲到保罗 他向帖萨罗尼加传福音的时候 经历了一段 他自己的经历 那这个经历呢 是记载在圣经的 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如果大家去读的话 你就会看到 当保罗在第二次 他的旅行步道当中 他就来到了帖萨罗尼加 所以他带来到帖萨罗尼加 他一连三日 他是在这个安息日 在这个会堂里头来讲道 所以当时呢 有很多人就信从了他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就没有信从 所以这就看到保罗 我们看保罗 就是他每次出去传道 都是一些人相信 一些人是极力的反对 那在这里也是 所以在《齿图行传》 十七章就讲到呢 他说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他们心里是嫉妒 所以他们招了很多的 这个市井的匪类 然后呢搭伙成群 他要耸动合成的人 要将保罗带到百姓 带到官长面前 所以呢 当他们没有找到保罗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耶孙 是因为当时保罗是住在 这个耶孙的 这位弟兄的家里头 就把这个耶孙带到 这个地方官那里 然后他们喊着说 他说那搅乱天下的 也到这里来了 所以特意的用了一个词 是说保罗是到 帖撒罗尼加是搅乱了天下 那保罗在这里讲到 帖撒罗尼加他们的人 好像是在追求一个平静安稳 平安稳妥 因为他们的表面生活 好像是很平安 但是当这福音传道的时候 确实引起了这个骚乱 引起了一些的动乱 这个就当福音来的时候 会在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里面产生一种冲击力 跟我们原来的 我们的老我会有一种对抗的 但是这样的对抗 其实是要给我们真正带来 那样一个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但是我们往往所追求的是 表面上的一个平安稳妥 只要大家好好的过日子 但是所以保罗就用这样的一话 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你们认为你们是平安稳妥的时候 也许这灾祸就来了 所以要警惕 所以我们不是要看到 我们表面的平安稳妥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一个疫情中 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 都是在积极的祷告 我们祷告的 其中有一个很多的时候 我们祷告求的是 就是说求着疫情赶快过去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祷告 因为我们人心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需要往更深的一步来思想 那如果当一切恢复正常 我们平安稳妥之后 是不是一切都好了呢 我们是心里就放松了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那当耶稣他在教导他末日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 他也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他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 又嫁又娶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所以耶稣很明显的就讲到 是人子的日子 就是主来的日子的景象 就像挪亚当初的日子 就像罗德当初的日子 那当初的景象是什么呢 当我们读着 从这经文中就看到 就是一个平安稳妥的 人又吃又喝 又娶又嫁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好像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非常正常 可是他们却不注重 他们心灵的一个能够被得救 但是神就告诉他们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神就显现了 神就显现了 所以我们要警惕 这样的一个平安稳妥 那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带来 到下一段的经文 所以就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警醒祷告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所以经文在第四到第七节 就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警醒警守 我们需要警醒警守 这是第二部分 是警醒警守 那第四节就讲到 弟兄们 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 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像睡觉 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 警守 因为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 醉了的人 是在夜间醉 那这里呢 我们先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保罗用了很多的这个黑暗 黑夜 夜间 幽暗 那对应的这个呢 是一个黑暗 黑夜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睡觉 就是醉了 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黑暗中 在夜间 在幽暗中 人是要睡觉 而且很多的时候 人醉酒 也是在夜间 那睡觉的状态是什么 睡觉状态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们睡了 我们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 那醉了的状态呢 就是说 我们是糊了糊涂的 我们被酒精所影响 我们是糊了糊涂的 所以在一个黑暗 夜间的状态 人的状态是不知道 那这里实际上保罗就讲到 当我们处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没有知道 我们就不知道 主就随时就会来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警醒 警守 那同样对照的呢 是一个光明和白昼 那在光明中 是我们借着这个光 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 在白天 我们也能够看到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个带来呢 一个警醒和警守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 也是表示着 我们两类的人 是一个没有得救的 还没有信耶稣的 和信耶稣人的一个状态 那在第四节 他就讲到弟兄们 当保罗在这个书信中 写到弟兄们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新约书经 讲到弟兄们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对所有的 信主的神的儿女 是说弟兄姐妹们 也包括所有的 因为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 那这个是表示的是 我们的一个身份和地位的 一个改变 因为我们是不在黑暗当中 我们也不受毁灭 我们也知道未来的结局 那是因为我们是叫 出黑暗入光明 我们在信主前 我们都是活在这个黑暗当中 我们不知道神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的 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 也不知道将来 末日会是怎么样 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 真理就开始显现 我们就明白所有的这一些 所以我们不在黑暗当中 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我们是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 那就是说是明白真理的 那在圣经中 讲到什么什么之子的时候呢 就是讲到 有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品性和性格 那光明之子也是 就是讲到我们有 看见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事实的真相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身份地位上的 一个改变 那第六和第七节就讲到呢 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要警醒警守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 那这里讲到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 那首先他就很强调的一个警醒和警守 那警醒和警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觉得中文还是翻译的挺好的 警醒的话就是你 你时常处于一个警觉的状态 是吧 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呢 你就是眼光 耳听六路 眼光八方 是吧 我们知道周围的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警醒 那你如果看到一些的 这个动物的一些的片子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食宿的动物 比如说兔子啊 鹿啊 它们会在吃草的时候 吃着吃着突然头就抬起来了 耳朵就竖起来了 所以它们就在 在警醒 再看看周围有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这是一个警醒 它们意识到周围环境的任何的改变 是知道的 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警醒 那谨守是什么意思呢 英文把谨守翻译成的呢 叫做self control 那所以说说白了的话 比较好理点 好理解一些的话呢 谨守就是说 我们有自控力 就是说我们有自控力 那我想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 大家都是很小心 我们都是非常的警醒 因为我们如果出去买什么东西 或者别人要送什么东西来 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就会把这些东西 用这消毒的这个液体 把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因为这个病毒 我们看到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制力 我们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是吧 我们尽量不到这个人多的地方 我们实在需要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虽然口罩戴的是非常的难受 但是呢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自控力 还是要还是要 还是一定要是戴上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从我们生活中 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警醒警守 但是保罗呢 在这里其实是更告诉我们 更深层的一个意义 是讲到我们在灵里的一个警醒警守 那我们警醒警守的对象是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看 从圣经的另外一个经文 是彼得 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这讲到 他说 所以彼得也用同样的字 警守和警醒 跟保罗在这里用的一样 那他的目的就讲到 因为我们是跟空中的 掌权的魔鬼在作战 因为魔鬼是遍地游行 他是无处不在 而且他是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现在就是说 什么是吞吃 那就是吞吃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 就讲到了 魔鬼撒旦是跟神敌对的 那他的工作 其实只有一个 很明显 他的工作只有一个 就是把人 从神的面前拉开 在创世纪的时候 他引诱夏娃 引诱亚当 就是让他们不听神的话 结果两个人就上了当 就陷入了罪中 就离开了神的面 最后被神给逐出了伊甸园 所以撒旦 一直以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方式 能够使人离开神 所以当我们开始离开神的时候 就是一个慢慢被吞吃的时候 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确实也是因着这疫情 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 那工作一失去 我们好像有很多的时间 当着时间多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打发这些时间 那现在更不好的是 这些网络又特别的发达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在手机上滑 看看新闻 看看这些各样的 这些的录像 看看微信 这个朋友圈 你会发现时间 一下子就过去了 而且因着看这么多东西 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就很昏沉 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 好像对这个鼠林的事情 就提不起来了 好像读经也没有兴趣了 这个参加聚会呢 也不是很有热情 反正是在家中 是在网上 是吧 有可去可不去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慢慢就陷入了 这样的一个睡觉的状态 邻里的睡觉的状态 或者是要是一个醉酒的状态 那有些人可能在这段时间 还特别忙 有些我知道做这种软件的 他们在家里可能特别忙 实际上我也是在这段时间 也是特别忙 但我发现当特别忙的时候 好像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不是说你忙 好像你就可以豁免于这样的一个 来自这个网上 这些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诱惑 因为当你忙的时候 你很愿意去放松一下 所以你放松 你很自然的就回到自己的手机 电脑旁就打开了 打开 然后就看这个 看那个 也是很多时间就过去了 那我也是有一段时间 也是很喜欢看一些 这个烧菜的这些节目 那发现 一个接着一个看 那看到最后 我觉得 哎呀这时间怎么一下都过去了 这得真的是不行 我们就发现 现在这个魔鬼 其实他利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媒体 让我们借着这些 我们被吸引住 我们会慢慢慢慢的 进入一个沉睡状态 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些人可能是对某些东西 很有吸引 有些可能是电视连续剧 有些是其他的 但是我想总会有一个 可能会真的是抓住你 让你不知不觉的 就被吸引过去 而且很多的时候就花在这方面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一种 沉睡的一个态度 但是呢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警醒 因为我们得救 是灵魂的得救 所以我们的肉体还是软弱的 所以耶稣在科西马尼园 祷告的时候 他看到三个门徒在入睡 所以他跟他们说 他说总要警醒 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因为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是软弱的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软弱 所以我们需要 警醒和谨守 那下面我们就说了 那我们需要 警醒谨守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 警醒 我们怎么样来 谨守呢 那经文呢 也给我们一些的方向 在这个方面 这个就是第三个部分 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这里讲到 但我们既属乎白昼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里 圣经要怎样教导我们 如何来警醒和谨守 那我想在这里 保罗在第八节讲到 用这个护心镜来遮胸 用这个头盔要戴在头上 所以很明显 保罗就告诉我们 要有一个作战的意识 要有一个当兵打仗的意识 那保罗在这一点 是很清楚的 他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仇敌 是空中掌权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作战的意识 我们是跟这样的一个 黑暗的势力在打仗 所以保罗他自己也写到 在哥伦多前书第九章 他写到 他说 所以我奔跑不像 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 扶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 他所面临着 他征战的对象 是这个撒旦魔鬼 所以他是要积极的努力 有这样的一个打仗 所以在圣经的多处 都有这样的一个 当兵的一个心态 那最明显的就是 我们知道 在以佛所说的第六章 那是穿上了一个 全副的一个军装 那在这里呢 只是一个护心镜和一个头盔 那这里讲到 当兵的心智和这个心态 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是警醒 警醒守望 就像哨兵似的 他要知道周围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对周围的环境 要有敏感 我们要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 而且呢 我们要有自律 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当有很多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睡觉 就睡过了 是吧 一天到晚就是昏昏沉沉的 而且呢 当兵的话 他要服从命令 是吧 让你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是吧 什么时候起床 就什么时候起床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当兵是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 其实也是在我们这时候 我们做基督徒 真的很多的时候 需要付出代价 当兵也有经常的训练 也有好的这个装备 那在这里 可以教导我们一些什么呢 怎么样来实际来应用呢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训练 我们可以训练 当然这是 我的一个 一个个人的一个观察 那我观察到 现在在很多的美国教会中 他们有这个叫做 禁媒体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禁食 那我们从这个 圣经中来看 我们看到 禁食 是从旧约到新约 当以色列人 他们面临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他们就要刻苦攻心 他们要禁食 这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训练 他们借着禁食 他们在神面前 寻求神的旨意 那现在的很多的教会 他们说 你来进一些的媒体 比如说 特别是年轻人 我记得我儿子 我大儿子 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进入的那个教会 那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要求 他们教会的人 就说 进媒体 40天 或者进媒体 三个星期 那是根据你所喜爱的 比如说你 这个 当时的这个 如果你的这些的 video game 年轻人很喜欢玩 这个game 这个游戏 那你就进游戏 如果你很喜欢体育 你要看各种的 各种的这个体育的运动 你能不能进40天 你不看 那现在有一个 这个就是 基督教的音乐电台 Christian Radio 它的名字叫K-Love 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他曾经挑战 他的这个听众 他说能不能两个月 只听基督教的音乐 不听世俗的音乐 那这也是 禁 当我们听基督教的音乐的时候 就说神的话语 就能随时的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就不会随从这个 这个肉体 随从这个世界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在旧约的圣经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 58章的时候 他这个整章都讲到这个禁食 那他其中有一节 第八节 第六节讲到 神所拣选的禁食 是什么样的禁食呢 他这里讲到 我所卷选的禁食 岂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神 解下额上的锁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恶吗 所以你发现禁食的目的 是我们能够松开一些捆绑我们的 捆绑我们 使我们不能够心灵火热起来 跟随神 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就觉得在灵里头沉睡的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禁食 那在旧约 我想在以色列人旧约 讲到那个时候的时代 几千年前 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些的娱乐 所以我想他们唯一的满足 大概就是吃了 所以他们满足肉体 就是吃得好 所以他们是借着禁食 少吃或者不吃 他们就隔断这样的一个滋养肉体的 使灵魂能够亲近神 所以这个禁食就成了 他们一个亲近神的 一个训练 一个工具 那在我们现在的世界 这个能够滋养我们肉体的东西太多了 食物往往是最小的 所以你会看到 你打开电脑 打开你的手机 全部是这种引诱你 使得你花时间 在这方面的这个媒体上的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来禁的 所以弟兄姐妹不妨来试一试 如果你在哪个方面 你觉得你是薄弱的 你可以尝试的这样去做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体现了真正的一个 进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 那这个就是一个当兵 我们当兵有很多 那我就提到了这一点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 它有两项的装备 一个是护心镜 一个是头盔 那我们很明显看到 身体最重要的地方 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头 那护心镜是保护我们的心 头盔是保护我们的头 因为这两个地方受到攻击 我们立刻就死亡了 那我们也看到 这个护心镜和头盔是一个防御性的军装 防御性的军装 它不是进攻性的 以弗所书就讲到了全背的军装 那里头有攻击的 就是保剑 是圣明的保剑 那在这里只是防御 是要我们有一个警醒和警守的状态 其实防御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首先要防御敌人的进攻 那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进攻 如果我们能防御住的话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来进攻 那进攻实际上就是传福音 那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比赛的球队 往往打胜的都是他的防守 他的防御会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个防御是非常重要 那这里讲的是两个防御 因为这个护心镜和头盔是要穿上的 所以这个是表示 我们要在生活中要行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就具体来看看 这个护心镜和这个头盔 那我们想到这个护心是保护我们的心的 那这里讲到用什么来保护心呢 是用信和爱 那这个是很重要 为什么信和爱能够保护我们的心呢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伤心 别人说了几句话 我们的心就受到伤害了 那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想我们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时候一天到晚在一起 那就 那因着一天到晚在一起呢 我们有时候就会说话 万一一句话没说没说好 就一下子可能会触动了对方 是吧 夫妻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因为生活久了 都了解彼此的这个脾气和秉性 所以呢你知道当您说某一句话的时候呢 你就会按一个这个按钮 那对方就会暴跳如雷 那这个是在这个家庭中都会有的 当你按这个按钮的时候 对方就会把这个按钮按回来 所以就造成很多 我们的家庭中就有很多的矛盾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怎么样 受到伤害了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孩子 现在也是因为疫情会在家里头上网 那我们大人也会操很多的心 对他们很操心 而且也有很多跟他们的这种沟通 那孩子刚好处在这个青春期 又是叛逆的 他又不服从你 那也会使你去伤心 那我们工作忙的 可能在这个工作当中和同事的关系 为了做项目 也会有很多这个 使我们心受到搅扰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当你有神的爱 当你有神的信心的时候 这就能保护你 那这个爱心和信心呢 是基于神的 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 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得到了拯救 所以当我们要不断地回到 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 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爱心和他的信心 就进到我们里面来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 其实并不是从人来的 实际上是他背后的这个势力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爱心和信心 来装备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再看重 别人会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好抵御这个魔鬼进攻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信和爱 要装备起来 所以呢最后呢 实际上是信和爱呢 是要表现出来的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我们也会同样是爱人 所以当你愿意去 让耶稣基督的信和爱在你身上 你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 但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你会发现就会变得很平安 你不会受到很大的攻击 所以这个就是用爱和信来保护 作为互心镜来保护我们 那下面是讲到这个头盔 那头盔是保护头的 那我们的头脑呢是什么 我们头脑是思想的 我们在世间就有很多的这种的焦虑 我们就在思想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盼望 我们总是盼望 我们一生实际上就是在盼望中成长的 我们小时候盼望能够读一个好的大学 然后以后盼望能够找一个好的工作 然后有好的婚姻 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去来 那实际上呢 这是我们头脑中所想的 那这个不是不好 但是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过于想到 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的 这样的一个各种的目标 所以当我们过于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头脑中所思想的 就会慢慢的就离开神了 所以这里他讲到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呢 作为我们思想中所想的呢 他是说是得救的一个盼望 得救的盼望 这里讲的得救的盼望 是讲到就是耶稣来的那个日子 主的日子 那个是一个终究的得救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 也最多活个短短的几十年 那跟永生比是没有办法比 我们就会面临到这永生 所以当我们因着信耶稣 我们的思想得到提升以后 不是说世上的事我们就不考虑了 那我们就会轻看了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盼望 就是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头脑就会多多的思念上面的事情 我们就不会太专注地上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就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头 那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所以当我们时常的想到神 想到将来永生的盼望的时候呢 我们在今生就能够活得更好 就能够就是更好的保护我们 那下面又第九节又继续 给我们一些的教导 是讲到这个 因为神呢 他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 基督得救 那这里讲到主耶稣 拯救我们是这个根基 我们所有这样的一个警醒 谨守的根基是在于 我们是被主所得救的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实际上是叫做 在神的愤怒之下 因为当这个末日来的时候 就是有审判 有审判就是受刑 这个受刑就是神的愤怒在 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 是带来了一个毁灭 但是呢 我们是出黑暗的 所以我们出黑暗 是因为神对世人的爱 他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计划 在罗马书这里 举的经文六章二十三节讲到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所以我们借着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我们就得救了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我们在末日的时候 我们不是毁灭的 我们是与主同在的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根基 那第十节又讲到一个是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 都与他同活 这里讲到与主同活 那在这里讲到 无论醒着或者是睡着 他一方面是讲到 因为帖撒罗尼加的人 在问那些睡了的 那睡了的人实际上是 是指的死去的人 他们将来会是怎么样呢 那保罗就说将来 末日的时候 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些睡了的人 他们要复活 那我们醒着的人 也要同样的复活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层的意思 耶稣来的那天 我们一同复活 但是我想在这里 那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 也是基督与我们复活 与我们同活 我们时常说 主与我们同在 那他这里更讲到是 讲到是 主与我们同活 那这个是很宝贵的 保罗就很清楚的 了解到这一点 他说我已经与 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实际 当我们信主以后 不是明白一套道理 是因为耶稣的生命 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来了 所以我们是与主同活 所以当主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面对 各样的这样的 撒旦仇敌的攻击 所以我们是与基督同活的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所以在罗马书也讲到 当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的时候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必信与他同活 所以这个同死同活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是经历了 与耶稣基督的同死 同埋葬和同复活 在这受洗当中 我们就思念我们的得救 跟耶稣的一个连结 我们的救我死去了 我们的心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所以这个应用就是说 当我们的救我死去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对别人 对我们说的这些话 我们就会不在乎 或者是少在乎 当你这样少在乎的时候 就表示神的生命 在你身上活了 所以当你愿意这样活的时候 保罗说 当这样的 我们愿意死掉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 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 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 所以我们与主同死同活 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愿意为着基督 而死去我们的老我 我们这样的一个死 能够给别人带来生命 这个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在我们为人处世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 我们与基督同死 也同复活了 所以这是第十节 最后他又讲到 要彼此的劝勉和彼此的建立 第十一节讲到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 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这里讲到劝勉和建立 是讲到一个教会的 一个肢体的生活 所以我们基督的信仰 其实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信仰 你不能说 我信了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来聚会 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 有连接 我一个人去追求神 那其实不是的 当你一个人去的话 你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 能够真正的 能够活出神 要你活的生命来 所以我们是在一个 肢体的一个生活 彼此生活中 我们互相建立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保罗 非常强调的 一个教会的肢体的生活 但是呢 现在确实在这疫情当中 我们正常的这种实体的 这种肢体的生活呢 确实是被打乱了 但是呢 我们也是感谢主和这个高科技 还是有他一定的好处的 他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Zoom 借着这个WeChat 借着微信 我们仍然能够与弟兄姐妹保持联络 仍然能够过一个 这样的一个一个肢体的生活 而且还有个更好的事呢 我们更能够 接触到更远的地方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 就像上个礼拜这个张禄家牧师 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关门与开门 好像有些门是被关掉 但是神又开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门 所以我们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们仍然需要过一样 这样一个肢体的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每次的这样的查经 是非常好的查经 也能够让我们在查经中 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的有劝慰 彼此的有见力 软弱的我们要扶持它 我们也彼此多多的带导 也很感谢神的呢 是真的是神给我们开了门 教会借着这样的一个Zoom 我们发现很多 以前的团契的人数都增长了 有的是增长的 还真的是很多 这也我觉得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就多多的有这样的一个劝勉 和多多的有这样的一个建立 那这里他也讲到要肃长 照你们肃长 正如你们肃长所行的 那这里当然是讲到 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光景 和是记载在 不是格林多 帖萨罗尼加前书的 帖萨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讲到 他们领受了神的道 他们也离弃了偶像 就是离弃了黑暗 而且他们在困苦和患难中 有信心和爱心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有同样的经历 当我们领受神的道 我们相信神 我们从黑暗出来 进入到光明当中 所以我们要保持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时常回到起初的爱心 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 就像前面的经文讲 我们被耶稣所拯救 需要我们时常来回想 那最后呢 就是需要用神的话 来彼此的劝慰 那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生命的成长 一定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 因为刚才讲到我们与主同活 那与主同活实际上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但神的生命也需要长大的 那这个生命的长大是有粮食的 那这个粮食呢 就是叫做生命的粮食 那耶稣基督的话就是那生命的粮 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 让我们的生命成长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抵御魔鬼的进攻 真正的能做到警醒和谨守 那好 那今天我的信息呢 就就结束了 我来总结一下 所以在这段经文中 也结合了圣经的其他部分 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 这个末日一定会来 而且末日会带来审判 那这审判的结果是 有毁灭也有得救 那对于我们得救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警醒和谨守 我们不要像睡了似的 我们不要麻木不仁 所以我们需要 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们需要有警醒 那经文也提供了如何的警醒 我们需要有一个当兵的心态 我们真的是在跟这个世上的 这个属灵的 这个空中掌权的在征战 我们需要有神的信望爱 来在我们的里面 做我们的力量 我们也时常回想 神的一个救恩 我们也借着我们肢体 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带导 我们互相的劝慰 互相的建立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欧主耶稣我们感恩 谢谢你 接着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我们 与我们作战的是空中掌权的 主啊 真的是愿你让我们看清 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你 主啊 你就感动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愿意 归在你的名下 求助你帮助 对于我们每一个相信的 主啊 你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们愿意警醒 我们愿意谨守 靠着主你赐给我们的信 望爱 我们来活出 主你要我们活的生命来 求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祷告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